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看短片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观众自带音效 觉得触目惊心 那么宝宝出现了这种皮肤上的红块 或者是疹子究竟代表着什么 这些疹子又从哪来呢 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 一定要认真地看我们这期节目 好的 在我们节目一开始 先给电视机前的您提出一道 有奖进达 拿起手机扫描 评论下方的二维码 以及不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 如果您回答正确的话 将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健身卡一张 接下来我们将会为您请出 本场的名医大咖 来自于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皮肤科的主任医师 杨西川 杨教授 让我们掌声有请 欢迎杨教授 咱们先回头看一下 这个屏幕上的孩子 这样的婴儿的面孔 对您来说应该是挺常见的 对吧 是这样的 因为在皮肤科的话 这个都属于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了 比较常见 这个是典型婴儿湿疹 婴儿湿疹 那么婴儿湿疹 现在认为很多都属于一个特应性皮炎 它的表现是一片片的红色的红斑 然后上面一些小丘枕 然后可以有小水泡 那么严重的话 可以有水泡破了 可以有硫磺水 还可以有结痂 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特点 那么它在不同时期 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那么婴儿湿疹的话 主要长在面部 以面部为主 当然其他部位也可以有 但是面部是最耗发部位 两个面颊部位 那跟这个成人这个湿疹有什么 这个中间有没有 因为都是湿疹 只是说小孩得了和大人得了 有区别吗 他们的那个从天上表现 基本的这个皮肤的皮疹是类似的 都是表现红斑 多形性的 像那个有秋枕水泡 泥滥 森初 都是这样的表现 但是呢 婴儿湿疹的话 它和那个皮肤屏障 这些遗传关系更大一些 那么成人湿疹的话 它是个范城 那么它可能有一部分 就是婴儿湿疹发展过来的 我们成为那种特异性皮炎 婴儿长大了 它还在长 这是一种 特异婴儿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接触性皮炎 它可能是金属过敏 或者是吃了什么东西过敏 或者擦了什么东西过敏 还有包括止异性皮炎 它实际上都笼统都成为湿疹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 可能是这样子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湿疹看起来挺简单的 但仔细分析发现 它真还不简单 需要大家来认真的了解之后 才能够把它消灭掉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打开今天 健康连连看的第一站 小儿湿疹 健康连连看第一站 众多妈妈的烦恼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到一名小模特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她这个胖乎乎的身体上 究竟长了哪些湿疹 她的妈妈 又为什么而烦恼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任妈妈和她的宝宝 有请 欢迎 欢迎 哇 好大方的小朋友 对 好 来 我们请任妈妈先介绍一下 您家的宝宝怎么称呼啊 叫北北 八个月 北北 来 我们先爬在床床上 来 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地方长了湿疹呢 来 看镜头不看我 乖乖 我知道我好看 嘴边又一点 好 然后衣服 你看 跟个像是葵似的 我得站这儿 嘴边又一点点 好 来 我们先看看 哪里呀 哪里长了枕枕 嘴边 连里嘴边又一点 哦 这边有一点点 好 让杨教授看一下 来 我看一下好吧 好的 好 只有这些地方 主要是联赏 然后长的时候 前面一个月的时候 脸其实挺大一块的 两边都有 然后慢慢好的 只有左边那个脸有了 它什么时候长的呀 四十三天 四十三天长的 我记得太别清楚了 就一个多月了 它其实原因是 哪一天带它起来 超小的味道了 回来都发现 它脸上很多针子 然后就消不了了 听那些邻居啊 周围的家庭的老人 那些都说是死针 然后就把单从死针的方面来看 那您就是先按照 湿疹的方向来制的 对 最开始给它采用过什么办法 最开始啊 不干脑用油 我都查了我的母座 它们说是小眼泥座有吗 它要查里面还是永带 好 后面都推荐了一种油 好 查了个 我经常第二天都会明显地改善 但是衣服擦哪个油 它就会反复好 要不就是两三天 两三天 就反复发作对吧 那孩子一定很痒对吧 它有时候用手去扣一下 哪个手也很重 哪个手好喽 还没用了 那杨教授刚才您看了一下 这宝宝是湿疹吗 它现在已经很轻了 那个婴儿湿疹的话 其实它们那个发病规律 是一个典型的规律 因为婴儿湿疹它发病了 就是在那个 出生一个月到三个月 这时候是最容易发病的 那么它正好四十天 也是在这个发病范围之内 而且这种湿疹也比较痒 它的部位也是典型的 实际上婴儿湿疹 最常见的部位 就是在两个面颊部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 一个典型的发病部位 皱皱部位是可以出现 但那个往往不是经典的湿疹 那个往往叫尖塌疹 那个往往就是那种 可能是个出汗刺激 但那个妈妈可能刚才 他做的有一几个节目 他自己也有体会 这个母乳 老百姓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流传这个母乳来 只要湿疹 我跟你说 那个杨教授 如果看咱们不见不散的朋友 看多了都知道 咱们民间有很多高手 有很多方子 但其实母乳是 没有任何用途 而且那个母乳的话 它是大分子蛋白 从里面讲 你吃是没问题 能消化掉 从里面讲 你外面用的话 还有可能有刺激 加重的都有可能 就说不加重都算好的 那么刚才我们了解到 就是贝贝 他这个出湿疹的情况 那么和他同龄的孩子 来相比的话 出湿疹的孩子 是不是要占的比较多呢 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大概有10%到20% 这上非常非常常见 所以说很多的爸爸妈妈 被困扰 还有一旦这个湿疹 那个出现以后的话 它往往是反反复复的 你不管你在规范的治疗 在那个就是家庭保湿 也不敢保证 它绝对不复发 所以说我们这一大限度的控制 和减少复发 所以说有些对家长 就特别困扰 对 原来我们家宝宝也长过 但是就是擦了医生开的药 然后就之后大概我看 反反复复了大概一个多月吧 然后后来就好了 然后现在大了都也在没长 那有的家长 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我孩子还小 我给他用药的话 可能会破坏他这个免疫力 或者是让他形成这个耐药性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想法 依赖性 对 就让孩子自己用抵抗力去扛 如果孩子得了湿疹 又没有去救治他的话 他是会自己慢慢地愈合 还是说有可能会变得比较严重呢 大多的情况下 如果不规范地去治疗的话 就是说和护理的话 那么他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他宝宝有湿疹 他就养 养了以后他就会抓刺激 那这个形成一个恶性刺激以后 他又会加重 这样最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而且我们都知道 指甲也是很多细菌的 细菌只是一方面 最重要还是皮肤平脏的问题 还有一个严重的恶性循环的问题 那那段时间就是 当贝贝比较严重的时候 他的脸是什么样的 就是跟最后一张图片差不多 我秘密妈妈都是痘痘 就是肚子上没张 满了两边的痘 那他比较痒的时候 他怎么处理呢 他自己会 他哪个时候 比较小的时候 他如果拆起水 他就是你的指甲子 用脸去 对 他那个枕筋 会蹭 会蹭 但是其实是 那小脸肯定蹭得红 对啊 而且你想嘛 试疹又很痒 其实影响睡眠 也影响吃啊 日记影响整个了 他晚上应该也睡不好吧 晚上还觉得可以 但是就是我回想一会儿 他得了那些口情绪 不是好 经常都会哭闹 烦躁 对不对 那可能把妈妈搞得 也会很焦躁 对吧 有一点点 你那段时间 就是最烦的时候 心情怎么样 就是他很严重的时候 反正心头还是着急嘛 但是又不敢乱用 好 然后啊 稍微用到油 或者好了 就特别特别的开心 但是 维持不了几天 三天 两天 那个油会 叫个 哎 太死了了 然后 情绪特别患得患失 患得患失了 就跟着他的这个病情 在走 又是玩老去苦 他一样 我也笑他一样 但是也不敢让他口嘛 然后我心头有点崩溃了 最烦那时候都是想 哎呀 拉过来帮我帮你个娃儿 把我吃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妈妈会说 好想替他养啊 亲妈决定 哎呀 走吧 走吧 好 这位是婆婆 还是外婆 孩子得那个失诊那段时间 外婆看在眼里 应该也挺难受的 一般婚众好久都是常过的 给他熬的 那个苦丁茶呀 给孩子喝苦丁茶吗 洗澡 洗澡 有洗五花呀 金花那个 红火 红火气 哪个气 您是想着就是降火去吃 去毒对吧 那我们来问一下杨主任 他自己这个偏方 管用吗 像他那个 你用苦丁茶 用那个金花 他有没有坏处我不好说 但是肯定没有任何的依据 他是有好处的 实际上你就给宝宝 正常的洗澡就挺好的 而且这种一二十人的宝宝 我们还建议就是可以一天两天就洗 还不要洗得隔时间太久 稍微勤点还好一些 不管这个民间的方法有没有用 那么作为老百姓本人来讲呢 他不知道什么样的办法有用 病急乱同医难免就是有一点惊慌 然后就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 我觉得大抵的原因可能还在于 大家并不知道这个病究竟是怎么来的 对 缘由是什么 如果弄清楚它的缘由的话 可能就不会这么的盲目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 今天健康恋恋看的第二站 来找一找这个病的病根 究竟在哪里 婴儿失诊究竟从何而起 真相大机密原来如此 父母如果是孝产逼延 概率会比一般人要高一些 匪夷所思的年轻偏方 是否真的很用 来这么早 酷好最难 不见不散 下节精彩继续 不见不散 广告之后更精彩 不见不散 精彩继续 健康恋恋看 小儿失诊 我们的第二站讲的是 因何而起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找病根了 会是什么呢 一起来看 第一个 基因 那这就要追溯到妈妈小时候 正好外婆在 外婆讲讲 妈妈小时候有没有患过失诊 她妈妈没有 因为我也不知道 她妈妈没得过 她们小我没吃个海浆 我这么大了都不吃辣 不吃辣了 这个婆婆依然觉得说 是因为吃辣呀 或什么的能够得这个失诊 所以婆婆说我是不吃辣的 来 我们请杨主任先解析一下 基因值的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的失诊的话 它还是和基因遗传是有关系的 特别是那种比较顽固的 有些逐渐发展到成人的 和这有关系的 现在非常明确的 刚才讲我们的四G蛋白 就会发现很多这种因而失诊的 有特性批炎的这种宝宝 它那个就是四G蛋白那个基因 是有那个缺陷的 就有些突变 那么照常这个四G蛋白就不正常 那么使我们的皮肤贫障 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当然这只是 其中一个基因 就举个例子 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 所以说基因在里面 起很大的一个因素 而且我们会发现 很多的婴儿失诊的宝宝 他的父母 就是不管哪一方 可能会有那个失诊 就是或者是过敏鼻炎 哮喘 过敏结膜炎 他们可能就有类似这样的病史 那么如果父母有这方面的病史的 如果有一方有的话 那么婴儿将来得 这种婴儿失诊过敏疾病的 这种概念的 大概是在30%左右 就三分之一的 三分之一的几率会得 如果要是父母双方都有的话 都有 那可能将近有一半到三分之二 就会得 就是小孩子 但是轻重不等 有些就是很严重 持续时间很长 那也有些呢 可能就是短期内空的就好了 明白了 所以说和基因传的关系 还是非常密切的 小儿失诊与基因 有着密切的关系 基因的缺失 使皮肤的屏障 保护功能受损 容易受到外界刺激 导致失诊反复发生 贝贝失诊反复发生的原因 也正在于此 那贝贝妈妈您家里边 有没有就是一些这种 过敏类型的家族史 或者是疾病 他爸爸的话 我了解到的话 没得 但是我自己有鼻炎 我现在已经好了 鼻炎是过敏性鼻炎吗 啥都满性鼻炎 以前移了很多年后来都好了 分24岁之前都好了 哪里也会遗传给宝康吗 它是个过敏体制 就是说父母不一定都是失诊 就是父母如果是哮喘 鼻炎 过敏节目炎 将来宝宝得失诊的概率 也会比一般人要高一些 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 第二个 季节干燥 如果从季节相比较而言 应该说冬天是最容易发的 因为冬天的空气比较干燥 那么孩子的话皮肤也干 干了以后 它就更容易出现失诊的复发 46天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什么季节 冬天 4月 那也就是说 贝贝发病的时候 就是12月份 冬天 那也就是说贝贝 现在已经及其的两个 这个一发的原因了 那我们继续再来往下看 皮肤感染 这该怎么解读呢 因为失诊的原因非常复杂 其中有一个参与 病情诱发加重的一个因素 那就是和细菌的关系比较密切一些 当然还有些和其他一些各种微生物了 但主要是细菌 那细菌里面最重要的是个金黄色葡萄球菌 像这个菌呢 在我们身上可能也会有一些 但在这种婴儿湿疹的宝宝 它身上这种菌就比较多 那么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本身长 小孩子就是婴儿幼儿长湿疹 那么它就这种环境 有森出啊这些 它相对讲就更容易激发这个细菌 因为它的环境更容易让细菌生长 那么这种细菌多了以后 它反过来以后又会诱发这个湿疹加重 所以说在如果特别严重的湿疹 必要的时候 有些是需要用点那个抗生素的 但不作为常规使用 像我们一般来讲把湿疹控制好了 这个细菌也会自然减少的 所以说某种意义上把湿疹控制好 这个细菌也会少 所以说它是个相辅相成的 所以说不作为常规的 无菌的干净的环境 接下来的另外一个治病因素叫做 什么环境刺激 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周围有它的过敏源是吗 是这样的 那个失诊的原因确实特别复杂 像我们刚才讲的 主要是个屏障的一个问题 那屏障问题 它肯定和外界刺激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它屏障受损伤 它就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 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一些 那个尘满 包括一些那个粉尘 包括还有其他各种的因素 就是说这些可能 对皮肤是有刺激的用 包括我们自己分明的汗液 所以我们说那个孩子出汗 也要及时把它擦干 这些都是可能 包括环境过热 温度过高 这些都是对 失诊不利的一些因素 所以环境因素也是需要 我们去特别注意的 好的 那么我们抽丝不减找到了 孩子会出现失诊的因素之后 我们就要寻找相应的对策了 究竟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让我们打开 今天健康恋恋恋看的第三站 小儿失诊 健康恋恋看第三站 学会这样做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妈妈经大会了 也欢迎我们现场的各位 这个可以当婆婆 或者是当爷爷的观众朋友 参与进来 如果家里边的小朋友 遇到了失诊 我们应该怎么办 大家有没有一些 这个特别有用的吐方法 你说吐方法 可能大家都特别多 比如拿什么洗澡啊 什么之类的 有吗 有吗 一般小孩有失诊 就是什么苦好水 熬来吃熬来洗 就是这样 清热的 都是清热方面的 我现在发现了 就阿姨们对于这个失诊 她一直认定就是热 就内热引起 要苦的来清热 对 那给孩子洗的话 是怎么个洗法呢 熬的水 给他兑上来洗 我们现场给您准备了个孩子 您来给我们示范一下 这个洗是怎么个洗法 来 来 您上来 衣服要脱掉 太早就这样给他洗 就这样给他洗 您这个不算洗 您这个就算是拿水 给他过一遍 就是这样啊 对 不用 就是洗了 就是洗了这水嘛 不用其他的什么 什么沐浴的水都不用 我感觉有点像药玉 是不是要泡一会儿 基本上小孩 给他放在水里面嘛 他给他泡一下 大概您觉得要洗多长时间 那洗不了多 十来分钟就可以了 十来分钟 十来分钟 就够吧小时吧 要不了那么多 十来分钟 十多分钟就可以了 好 现在说您说的那个苦耗水 还得给他喝一点 也可以 那那个浓度呢 浓度 这个就叫奶粉嘛 少喝一些 苦耗对奶粉 然后阿姨说了 关于那个浓度 反正 你自己调 又甜又苦的 那个浓度就是 以孩子不哭为标准 对吧 孩子用不了多 那个药不是很大的 少一点点就可以 给他对一点 不是很苦 不像大人喝的那么苦 是这样的 好 谢谢 我再多问一句 您把衣服先 您是就是这么想象中 应该怎么着 还是真的给孩子 不是想象 我们是这样做过的 您是给谁这么做过 小孩 我的小孩 我三个小孩 最后那个小孩才八岁 对 那您这个尝试过之后 您觉得这个偏方有用吗 我觉得对孩子也是可以 因为那个不负助 好的 谢谢您 谢谢 好 谢谢 好的 那么除了这个喜遇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 我都是用那个癌 然后会晃晃 晃晃晃晃链 那个水 水都倒起来 晃起来 可以小孩去洗澡 身床那些都解毒那些 天哪 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残忍了 而且我觉得又更复杂了一层 对 刚才那还是素食 现在直接熬肉汤了 对 那这个也得喝两口吧 不然多浪费啊 那大家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一些民间的方法 那么我们杨准听过之后 有没有觉得食欲大开 我跟你说 在他们在说的时候 杨教授就一直在乐 就他们在想 可能杨教授也在想 脑洞大开啊 哪里来的这些民间的土方法 农村的土方法 不是说没有用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真的 您是亲身实践过 您为土方法代言 因为我身边的游戏人 他这样做的还是好 还是好的 好的 来我们请反方发表意见 是这样的 那个民间的方法 确实让我 那个今天大开眼界 那个 因为我们确实闻着 也遇到很多这种 各种各样的 这个误区 您能给我们讲讲 您闻着还遇到什么吗 有些呢 就是长期不洗澡的 就觉得湿疹嘛 就不能湿 本来就湿性够重了 对对对 也有用这种药来那个 来擦的 当然也有刚才 那个妈妈说的 用那个母乳的 但是 还有黄扇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其实 所有这些方法 它并没有一个 这个充分的依据 那为什么老百姓 都觉得有效呢 可能大家对疾病的 不太了解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病 你不治它 它可能有50%到60% 到一定时间 它自己会好 所以你用什么偏方 它都有效 但是没效的话 你可能也觉得没什么 有效的人就到此去宣扬 对 你比如说 一般是刚开始特别着急 然后到了第四第五天 就会听到邻居的 这个王婆婆 陈婆婆说了很多偏方 然后一用 到第七天的时候 哇好了 其实它本来就该好了 自限性疾病 自己会好的命 对 但是有一点 大家说的对了 究竟哪种方法 会是杨教授认可的好方法 这种油脂 这种保护层 润肤膏 润肤露 润肤霜 这些护肤产品 宝宝们要如何 达到保护 效果就可以了 不见不散 下节精彩继续 不见不散 广告之后更精彩 不见不散 精彩继续 对 但是有一点 大家说的对了 洗澡是有用的 那里面夹的东西 是没用的 但是洗澡是有用的 而且从试证角度来讲 我们建议 洗得稍微轻一点 特别试证比较重的时候 我们反倒建议一天到两天 最少洗一次 这是有用的 刚才我们大姐提到的 就是洗澡时间的问题 上时间是有要求的 一般孩子洗澡 最好不超过十分钟 不超过十分钟 最好不超过十分钟 长时间的浸泡 对皮肤也是不太好的 十分钟的洗完 洗完以后呢 但洗完以后 不能什么都不做 擦肝就走然 擦肝还不行 擦肝以后 它皮肤会更干 除了把污污 把这些去除油以外 让它把我们皮肤那种油脂 这种薄层也去掉了 这个时候需要 马上擦保湿霜 这就正好说到 我们前边的一些 瓶瓶罐罐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保湿 一定要擦 那之前贝贝得失诊的时候 你给它擦的是什么呀 抖四包包霜 体通的包包霜 您选择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依据 每百分之都是嘴便宜 超什么几块钱 是便宜的 士气生还是吗 不得去哪个贵选 没有用哪种 其实也埋到嘴鬼 但是因为大家都说 都用哪种 鬼餐的 我觉得就两块钱一包 那个 穿上说最好用 对对对对 他们说嘴好用 它用哪种 对 您就是听大家说 对吧 对 那我们接下来听听杨主任 你怎么说 再给宝宝选择一些 润肤的东西 或者是保湿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依据 其实这个妈妈选择 是非常明智的 我个人认为 保湿双就是保湿 它的成分呢 区别不会很大 各种各样的 就是说它品贩很多 其实我觉得选择的时候呢 从两个因素考虑 第一个呢 这个产品是合格的 选正规的 规定价格最贵的 当然你精力商店允许的话 你可以选择稍微贵一点的 但是如果精力商店 不允许的话就选最便宜的 只要能达到保湿效果 就可以了 那我们一般选的 这个什么润肤霜啊 润肤露啊 或者是膏啊 它这个您的建议是什么 选哪一种呢 因为我们从性状来看的话 肯定是露要稀薄一点 霜要再稠一点 高就特别稠 那如果要保湿的话 给孩子敷一层膏 那其实很保湿吗 其实剂型的话 我们分三种 露的话它实际上 保湿效果不太好 一般是油剂 那种是有一定保湿 但是那个也是不好的 那其次就是乳膏 就是乳 其实乳是水爆油 它是一个油分子 周围包一堆那个水分子 像这个是比较清爽的 那么再往上呢 就是霜和那个软膏 像那个是油爆水 像油要多一些 水要少一些 那个就润肤效果更好 但是选这个哪一种的话 还是要看宝宝适合哪一种 好比说宝宝它的干燥 不是特别厉害 而且现在是夏天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段乳剂 这样的话擦了以后呢 既达到保湿 同时又不至于太油 那么舒适性会好一些 那如果在冬天 宝宝血液特别干燥 不知道 选膏 选那个膏 或者就是那个软膏 或者选那个霜剂 那么它就会保湿效果更好一些 但是还有没有这个 根据这个宝宝湿疹的程度来区分呢 就是说擦什么 严重一点擦这个这种 就比如说有没有轻度重度啊 然后这种 从居然讲是越严重 越要加强保湿 所以说有些医生呢 都是建议就是 这个保湿上是论金层 身上擦了以后 要擦厚厚一层 这还不重要 做完以后呢 它还要先把它包起来 保险膜包起来 不是保险膜 它是用的那种纱布类的东西 要得透气 得透气 这样的话才达一个最好的保湿 但是我觉得是个不同观点嘛 但是我认为呢 只要达到有效保湿 达到皮肤不干就行了 但也不能 就太有太有 还是不舒适 尽管保湿达到了 但是会有一些其他小问题 那比如说咱们怎么来区分 它是这个轻度的 中度的 重度的呢 这种湿疹 那么我们要面积 一般来讲 那个面积如果不超过3% 我们一个手掌就是1% 每个人的手掌 都是他身体的1%吗 对 然后你不超过3% 就认为是轻子的 那么3%到10%是中度 再高的话就是重度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标准 那么还要看皮疹 就像宝宝 它可能这一片它都是红 都有疹子 但是像刚才我们那个贝贝是吧 贝贝 它那个脸上就是很轻 这种的话其实疹子很少 就算范围大 但依旧算轻的 至少它分的面 它还有按整形 按照样程度 它有要打分的 皮肤病嘛 我总觉得好像可视化的程度 要更多一点 对 所以很多这个严重程度 是可以通过家长这个看和估摸 来掂量出来的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到 不同情况下 宝宝的一些这个 针对他们施诊的不同的措施 以及后期的护理方法 相信对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最后呢 在这里我们的杨主任 也给大家将传授一套 他自己创造的这个日常防护的宝典 尤其是针对湿疹宝宝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衣食助洗 专家现场之招 为您贡献四大日常防护宝典 在不着凉的情况下 精良穿得越少越好 皮肤屏障功能恢复的黄金保养法则 居然是它 不见不散 下节精彩继续 不见不散 我们说婴儿身上大多数属于特性批炎 这个是一个概念 所以说我们平时注意一下 刚才我们提到的常规的护理 从下面我们看的话 就是第一个洗澡 首先您分了几个大类 衣食洗住 那我们从一开始 那么穿衣服来讲的话 其实最好的还是棉的 气悍性强 吐气性强 再一个它的刺激性强 所以说贴身穿的 一定尽量是纯眠的 不要贴身穿划纤的 这第一个穿衣服重要 注意点 第二个穿衣服的话 就是尽量穿宽松一点的 不要太紧的 这样的话 避免摩擦刺激 对宝宝的皮肤上的一个刺激 那么第三点的话 孩子穿衣服 一定要以适度 在不着凉的情况下 尽量穿得越少越好 对适针的宝宝是这样的 因为他穿得过多 这个温度过高 他会加重适针 出汗过多 会加重适针 所以说在不着的情况 尽量少穿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点 对 纯眠透气 别五着 对 那第二个就是食物 食物的话 我首先第一个强调 不要过多几口 像我们大多数的 婴儿食品和食物 是没有关系的 不光是和宝宝的 没有关系 和母亲的也没有关系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母亲 我们都不建议过多几口 因为母亲 她通过消化以后 实际上她这个食物 已经被分解掉了 到体内是没有抗原性的 就是说她不会引起过敏的 当然你说母亲要不要注意 那当然了 她不要喝酒了 在哺乳期前 是吧 这些东西可能会有点影响 但是大多数食物没有影响 所以说我们不建议 母亲去过渡忌口 而且母亲在哺乳期 她需要丰富的营养 对吧 所以说你忌口也会影响到 母亲的健康和哺乳 那么对于宝宝来讲 很多一发是诊 你去看医生 包括医生都会讲 忌口忌口忌口 这个也不能 然后奶粉停掉 然后去喝氨基酸奶 事实上绝大多数 和奶粉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所以说你确定有没有 你可以 如果确实是 你很担心 正好是加了奶粉以后出现 那你先把奶粉可以停掉 继续存母乳为养 过一段时间 你再添加一下 你看是不是 停了这个奶粉 它就好了 是不是加了奶粉 它又加重了 那么试个两三次 你就知道 它是不是真的过敏 这个比查过敏远准 你不要因为你说 不行我去查过敏 过敏出来以后 还要以实际为止 有些你查试 是试免 是 你查试过敏 那你实际上 孩子吃到他不过敏 那就以实际为止 你查到不过敏 那孩子吃到他就是过敏 那还是他要实际为止 所以那个过敏检测 挺供参考 我突然想到 万一有的孩子 对那个黄膳啊 古爱啊过敏的话 那就完了 所以有的时候 不能够太轻易的 自己孩子尝试 好 那么关于住的话 那个环境因素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 它的诱化因素里面 包括了那个尘满啊 花粉啊这些 那么所以说 我们家里这个茅容 茅容的这种玩具啊 还有那个 其他的玩具啊 还有那个 家里面这个注意清洁 冲锋 干燥 背入呢 减少禽晒 这样最大限度 减少这个 这个什么那个 尘满啊这些 还有环境温度呢 尽量那个注意事宜 那么 你不管是冬天夏天 最好能保证 孩子穿个单衣正好 这是 这是最好的 然后呢 保证他不要大量出汗 就可以 然后呢 适度呢 尽量那个 你就感到 感到那个 清爽为准 这是 关于住的 最后我们来看洗 洗的话 就是注意一点 如果孩子很小 那只能盆育 因为孩子站不起来 那么如果孩子再大一点的话 能站着 淋浴是最好的 淋浴是最好的 水游动起来 那么淋浴是最好的 还有就是最好不超过十分钟 同时最后要使用保湿的 每次完了以后 都在三分钟到五分钟之内 擦保湿霜 因为这个时候皮肤没有完全干 你擦保湿霜 可以把那个水分锁住 能保证 达到一个最佳的保湿效果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现场的情况 就是这些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场外的热心观众 提出了哪些问题呢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 健康扣堂之 快闻快答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每天晚上八点钟 和您见面的不见不散 那么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有相关的问题 可以拿起手中的手机 来小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不打我们的热心电话 6360-4666 6360-4666 接下来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关于今天的话题 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 首先我们请这位 杨教授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一种 花粉过敏 看它出来的象征 或这个湿疹 有点像湿 它两个的性质 会不会在一个头上 在皮肤科来讲 吃上花粉过敏 最常见的不是石疹 它最常见的是 出现那个群麻疹 当然花粉过敏还可以引起哮喘 可以引起那个过敏鼻炎 在一个就是这个群麻疹 但它的处形的斑点 往往也处现在一个跟那是一样 石疹之类型的范畴 它两种的开业 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石疹和湿疹区别太大了 石疹那个起那个疯团 湿疹长红色的小秋疹小水泡 两个完全是不从疹子 而且石疹的话 它这个疹子 两三个小时就消掉了 然后不超过24小时 但它会反反复复长 而湿疹的疹子 24小时消不了的 它是持续存在的 好的 谢谢 谢谢我们这个观众朋友 来看一下 其他人还有相关的问题吗 好的 来 我们有请这位 我的外甥已经10岁了 但是它身上全身都长湿疹 晚上不能睡觉 睡觉都养得不得了 到医院去已经看过 很多地方了 都不好 反正证断的就是 食热太重了 应该怎么办 如果是那个医院诊断 湿疹太重了 我觉得可以换一家医院吧 没有湿疹这个诊断 它诊断的话 要么是湿疹 要么就是其他一些 那个疾病诊断 它不会有湿疹这个诊断 那如果是 如果是湿疹的话 还要看它之前的情况 如果小时候长得婴儿失诊 那么持续地发 到儿童期 成人期都发过的话 那要考虑特应性皮炎 这个治疗是非常顽固的 需要那个坚持规范治疗 外用药呢 主要是以基础碗钥为主 那么口服药 主要是口服那个抗索碗药 那么特别严重的 那么有些还需要 用点小剂量的免疫之际 但是这些药子 比较复杂了 还需要到医院去看一下 好的 谢谢 那今天我们现场的提问 就是这些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我们场外的观众朋友 那么首先呢 是通过公众微信号 与我们取得联系的 这位观众朋友 他提问说 自己家的孩子呢 有湿疹 然后婴儿湿疹 医生开具了一些 含有激素的 加保湿的治疗 他觉得激素 对孩子使用起来 总是很谨慎地 想咨询一下 很小的孩子 用激素软膏 是否有害 任何药物的话 使用和不使用药 是根据病体需要的 那目前 医院湿疹的治疗 外用药 首选就是激素软膏 不管是在中国 还是国外 而且只要规范的使用 是安全的 好 规范使用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 就涉及到了规范使用 来自于 其江的李女士 咨询说 宝宝患有湿疹 情况好转之后 医生开具的药物 还需要继续用吗 这种要看情况 如果宝宝湿疹呢 是短期的 而且那个不容易复发 那么你控制好了 就直接停药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宝宝湿疹 本身就长期复发 而且用了药 好了以后呢 很容易复发 那么这种情况 在控制好以后 可以改成 从每天两次 改成每天一次 隔天一次 三天一次 这样逐渐减量 如果特别容易复发 可以考虑三天一次 这样维持治疗 长期使用 是可以的 而且这种间断的 三天一次 长期使用是安全的 好的 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自于和川的 王女士咨询说 听别人讲 小儿湿疹 与过敏有关系 那什么地方 可以带孩子 去检测 他的过敏源 检测了这个过敏源 是不是就可以 帮助他治疗呢 婴儿湿疹 并不是完全 是个过敏疾病 它和过敏 可能有点关系 所以说过敏源检测 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那么如果查查过敏源 还要以实际为准 你要尝试一下 实际生活中 是不是真的过敏 如果真的过敏 那就把它尽量 不管是忌口 还是去避免接住 如果要是查查过敏 实际生活中 它并不过敏 那么还是以实际为准 好的 那今天的问题 就是这些 对之前的您 如果有相关的问题 想要向我们咨询的话 可以拿起手中的手机 来小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或者是拨打 我们的热信电话 6360-4666 6360-4666 我们重庆的 一线名义大咖 会给您解答 再次谢谢我们 杨教授精彩的回答 谢谢您 谢谢 同时也非常感谢 今天任妈妈 带着她的宝宝贝贝 来到了节目现场 给大家聊一聊 关于湿疹的问题 那么在一上场的时候 我注意到 您手上拿了一个药膏 就是治疗孩子湿疹时 您使用的对吗 您使用它有什么依据吗 死小区有童年的孩子 死老说小过也好 我们家才死的 就说邻居推荐的 死老去也是有小过 但是也不敢乱用 那我们正好在这儿 可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来推荐一下 这个药是不是 每一个多的 湿疹的宝宝都可以用的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医药 确实在深入人心 大家对它的期望 也比较高 而且接受度也比较高 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没有发现 哪个传统医学的这种药物 能超过激素的 目前首选药物 肯定还是激素的卵高 还是肯定的 那么也确实有很多的宝宝 那个妈妈要这些 去买这种类似这样的药 这种 这个呢 它是个苗药 写着苗药 那么不管是苗药 还是其他的类型的药 我们不能说了 不然像多往高去的 它一般里面都是写的是 那个存中药 它一般会都标 对 但是我们要提高几题一点 因为在那个英国 有人做过调查 就把所有的 所谓的植物药 就是药膏 用来治疗 湿疹的 拿来检测 有80%的 是加了激素 我明白意思没有 它真正的起作用 还是激素的 那么既然你用激素 你还不是用在明处 你还知道规范的使用 你也知道它有副作用 你规范使用 可以减少副作用 让它不发生 那么你再拿到一款 所谓的 纯植物药 然后里面 万一有超标的激素 你长期使用 那个不良反应 那就很大了 我们一般在儿童使用 都是一些 弱小激素 中小激素 偶然特别重 是短期使用 强小激素 一般都是用 副作用比较小的激素 而它里面加 这种超强小激素 那种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大家一定要谨慎 贝贝妈妈现在很着急 就想弄清楚 这个里边有没有激素 对对对 依照您的经验来看 这个有问题吗 从它的治疗效果来讲 我觉得应该是有 有激素 激素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如果像 不过好 在贝贝妈妈说了 它比较紧慎 所以说像它自己的意思 有可能会有 对对对 那接下来 比如说像贝贝这样的小朋友 在这个康复期的时候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其实贝贝现在的情况 算是比较轻的 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因为已经治疗了 这么多天了 两百多天了 对 这个也和你们可能 自己的精心护力有关系 所以像这种状况 目前其实就是 加强一下保持就可以了 如果是平时 那个不怎么复发的话 其实也没必要去 一定要用药膏 如果单纯加强保湿 能够控制 那就不用药膏 如果实在是控制不好的情况下 可以用点弱效的 那个激素的量高 了解到了 湿疹湿疹 没想到最后得保湿 以湿制湿 这还是我没有想到的 对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说到湿疹 大家的这个观念 都说是体热 那既然热 咱们得清热 那别再擦那厚厚的霜了 可是没有想到 我们对这个病因 病根完全就了解错误了 你了解错误 那你之后的 自己认为的那些土方法 那些治疗办法 可能不仅说 没有让宝宝快速地好起来 有可能会有副作用 但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说我觉得家长们 朋友们 还是应该要 记住这一点 真的是及时就医 遵医嘱 不见不散 广告之后更精彩 不见不散 精彩继续 好的 那今天我们现场的情况 就是这样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 想向我们咨询的话 拿起手中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3604666 63604666 我们的一线名医大咖 将会为您解答 那么与此同时呢 在我们节目一开始 为您提出的 有奖精达正确答案 已经公布在屏幕下方了 您是否回答正确呢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 将有机会获得 我们为您提供的 健身卡一张 在这里也要感谢 屏幕下方合作媒体 还有女装品牌 IOS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传递彼此关怀 活出生命光彩 下期的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 不见不散 敬请期待 什么样的人 才能被称为生活达人 在我眼里 他 他 他和他们 都应该是生活中的达人 重庆电视台 科教频道 达人出招栏目 为重庆的达人们 搭建了一个 展现绝技的舞台 只要您有生活中的 一技之长 就赶快报名吧 方后奖品等你来拿 报名热线63604666 微信扫描二维码 搜索余生活 即可报名吧 您有健康问题 需要处理吗 您有健康疑问 等待解答吗 不见不散 现场观众公开招募了 赶快通过 评论上的报名方式 和我们联系 您就有机会 亲民节目维持现场 与三甲医院 群为专家 面对面 现场为您解答 健康问题 还等什么 赶快报名吧 欢迎收看 重庆电视台 科教频道